2018年3月初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對進口鋼鋁加徵關稅 率先冥想貿易保護主義的第一槍 7月初 繼加拿大 墨西哥 歐盟和其他國家之後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大陸跟進宣布參戰 正式引爆了前所未見的 世界貿易大戰 川普做了前幾任總統不敢做的事 並非他特別有膽視 純粹是因為當前穩健的經濟基本面 繁榮的股市和勞動市場 接近充分就業 才讓他得以有恃無恐 回顧過去兩年的全球表現 美國堪稱這一波 經濟復蘇最好的國家 袁准惠也是全球第一個 退出量化寬鬆政策 進入升息循環的央行 2018年3月 袁准惠進行了 自2015年底以來的 第六次升息 全球資金湧現回流潮 帶動美元指數 展開一波林立漲勢 自4月中起一路飆升 至今未見疲態 然而美國當前的榮景 卻為新興市場重啟了噩夢 強勢的美元則再次成了金融市場的終極殺手 過去兩年拜投資人對新興市場高收益資產興趣濃厚之似 不少開發中國家的外匯存體在這段期間大有斬獲 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最新公布的數據 2018年前五個月 新興市場央行的外匯存體 共增加了1140億美元 創下2014年以來的最快增速 但沒想到美元重磅回歸 引爆外資自新興市場撤離 又加上貿易摩擦迅速升高 拖累新興市場股債市雙雙受到重擊 股市連四周下探 至今重挫超過10% 貨幣則連續6周下挫 其中高外債 高負債 高通膨 高政治風險的國家 更首當其衝哀鴻遍野 華爾街日報報道 各國央行動用總規模6兆美元的 外匯存體來救市 光是6月份 整體新興市場央行 一邊撒出了570億美元的銀彈 堪稱2016年抵來的 最大單月干預規模 另一邊還啟動了升息 鞏固市場信心 一系之間 信心市場儼然成了 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投資地雷 也可能會被 nächste鮮圈 去搭載 Sai twelve 東北市民貫用 中濟行市場信心 市場信心 以及 東北市場信心 露 市場信心 發展 散 新興市場淪為重災區 新興經濟體高度仰賴的市場 中國大陸 是到目前為止 尚未動用外匯存體 捍衛匯價的國家 但是人民幣在6月大幅貶值 上陣指數至今下跌20% 仍然促使北京當局 在6月24日宣布第三次降準 向市場注入高達7000億人民幣 你認為人民幣 在這個次數值會越來越高 還是要再退去 我想可能還再退去 你記得 appendix or I think Joe Biden tells us that something you mentioned earlier in the program 2015 how China let ran depreciated quite materially. This time they haven't gone that route and you've explained why they can't really do that. Because that would mean capital flight and that would eventually penalise their own economy. So we have to see how they want to retaliate against those tariffs. They can't put new tariffs. 事实上不止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 在阿根廷批索 巴西里尔和土耳其里拉的领跌下 自4月以来已经下挫6%之外 就连已开发市场也出现跌势 其中以纽币 英镑和欧元下挫最多 平均跌幅至少4.9% 有分析就提到 各国若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 竞相放任货币贬值 可能会反过头来增加美国贸易赤字 而非减少 倘若此时美国也参一脚 让美元贬值 那么将全面引爆货币贬值大战 也就是说贸易战要是一不小心 很可能会连带引爆汇率战 甚至新一波的金融危机 对经济成长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冲击 恐怕比单纯的关税战还要更为剧烈 除了影响到资产价格 外汇震荡也会让投资活动变得更不可测 进而拖累全球经济成长 当然牺牲最大的 还是那些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的新兴市场 MSCI新兴市场指数从今年1月底的高点 至今已下挫16% 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认为 如果川普不罢休 指数在年底前还有可能再下挫10% 目前仅存的一丝希望是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贸易不确定让投资者又开始避开美国市场 那么美元上涨就可能很快终结 新兴市场的警报将渴望解除 届时买点也会逐渐浮现 包括巴西 土耳其 印度 南韩和越南 这些在全球贸易战中 成为替代供应链的经济体 都有可能苦尽甘来应获得福 这些外调的人 还请不断 帮助 这些外表 帮助 感谢观看